来看一下 刚刚提过的就是数字表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1 先产生这个数字表格 我们就是两个回圈 加一个输出结果 再来的话判断第一天的位置 那我只是怎么样 把这个里面的资料怎么样 那我要存取它的话 我可以用range range的什么呢 L4的位置 有没有 把这个L4里面的位置 用range物件抓出来 然后再把它减 减掉5之后再把1加回来 写在哪里呢 写在我们的程式里面 所以基本上呢 这个地方的话 我就写在这个地方 再多写什么呢 多写这个地方 就是原来的tray的地方 我再加5这个地方进来就OK了 这个判断应该一样 反正就是加这个部分 那再来的话 我们做完之后的话 再来就做判断 那怎么做判断 不过我刚刚看了一下 那个好像同学 可能需要注意的 第一个好像字都太小了 如果你这个字太小 建议工具里面的选项 有一个所谓的撰写风格 预设是9号字的 太小了 建议把它换在至少12号字吧 不然看着很辛苦 有些同学 不好像发现 好像同学对这个环境 好像也有些有熟悉 但是有些同学好像还是不熟悉 所以你不熟悉的话 我建议 前面如果讲到VBA的部分 回去的话 可能还是要再复习一下 OK 你这东西其实 就是专业能 专业素养 其实还是没办法说 你今天用眼睛看 你就会了 一定要实错 好 那再来的话 第一个第一天日期 检掉L4 如果将来你要抓取的是储存格的某个资料的话 你可以用Range物件 加上1 把1加回来 这第一个 第二个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小于1的 跟大于 这个L3 L330 的后面数字呢 把它删掉的话 那刚刚我们也用到那个Excel里面 是这样的叙述 Excel里面的话是 用这样的叙述方式 然后把它向右向 那这个 这个有点冗长 不过如果在 Excel里面的函数是这样写 可是在VBA里面怎么写 我想我们在那个 函数里面 逻辑函数里面也有讲到 有没有 把那个 函数怎么转VBA的过程 那我们一样 在这边把它再写一下 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第一个 那直接 把这个 假设吧 我直接拿这个来改好了 那当然我们 可以把程式复制 改一下 万年曆三 这个是做一个判断 那判断的话 这地方怎么做判断 其实 其实以前有里面 做最多的 其实就是 回圈里面做判断 很多地方写来写去 大概都这样 那判断的话呢 就是If If什么呢 这个东西 所以刚刚我们讲 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 可以先怎么把它复制过来 这个东西 有没有 就这一串 那写法如果 假设跟刚刚函数类似的话 就这个东西呢 里面的值 如果是 小于一 空一格 或的话 特别重要写法不太一样 但是跟那个 函数略有相似的地方 只是放个方法不太一样 小于一 或者是大于什么呢 L3 那我要抓L3里面的资料 在VBA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用Range物件 前面讲过 你可以怎么样 L3 那记得不用锁 OK 然后空一格 这个一定要的 Enter两下 先打一个L L4 El4是反之 再Enter一副 OK 这个是基本结构啦 前面好像我没有讲过类似的 一副 这个 或这个的其中一个条件发生的话 我要做什么 很简单 把这里面的东西 有没有 输出什么 这个是小于一 然后这个是大于 那当然就是没有东西 所以输出没有东西 反之的话呢 就把这一行怎么样 搬到else 反之的这个地方 意思就是说 它不是小于1 而且不是大于L3 那就是输出什么 原来的公式 写完了 OK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的写法 其实实际上 跟刚刚在Esser里面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逻辑 只是 在不同环境 就要这样写 所以有的时候 你有点像 你在台湾讲一个语言 你到其他国家 要讲另外一个语言 一样的道理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不过你会发现 这个好像一样 这边一样 这边又一样 然后这边又一样 三个一样 那有没有可能怎么样 把它变成简单一点 所以我在 就是万年历世 我有做了一个简化 哪个地方简化 一样 我把它删掉 你重新来 其实也是复制贴过来 所以一样的东西 我只是把整个变化的过程 那个怎么做 告诉各位 反正你以后就把这些熟悉了 城市你就可以学 我就是觉得 这些只要你掌握得好 真的城市不会那么难写 就怕说你连最基本的 像回圈 逻辑判断 这些都没有很清楚 所以写来写去错 都是错那些很小的地方 那你看我其实我都是单手在写成 因为我一直手上拿麦克风 那我还是一样 其实熟练 其实很多时候不是你打字快就好 打城市不是要打很多 最重要就是一次做正确就好了 真的 很多东西你会发现 我都用富士贴上了 有没有 很快啊真的 但是有些书里面是不建议人家这样做 因为他怕你打 可是我是觉得打城市 自己觉得愉快就好了 你要怎么写随便你 真的 但是前提是你要享受 撰写城市的那背后的乐趣 OK 因为你们可能现在还没感受到 我发现你们表情是痛苦的 所以你会觉得学这干嘛 对不对 这么痛苦 不过其实因为你还没有过的那个过程 那个过程是痛苦的 可是那个结果是非常愉快的 就像说我大概上这个课的时候 有没有感觉我比较胖 有没有现在感觉比较瘦吗 我前提是因为我大概瘦了两公斤吧 可能还不止啦 因为我从上这个课开始 我就每天只要我有空 我一律去游泳池报到 而且我每天至少游1.5公里到两公里 游到我真的是筋疲力尽 游到我口渴 用死 很口渴 但是你就不能喝那个水 游到很累很累 但是你会享受那个 因为你看到的是你最后你希望瘦下的那个决心 所以你就是会不断不断的去 去做 反正不管怎么样 就是要坚持 如果你过了那个关系 所以也许到期末 可能会看到一个很瘦的我 希望啦 OK 不过应该没有瘦那么快 瘦太快也是太奇怪了 但是我会觉得说 至少慢慢感觉到 你整个人是比较健康的 因为往正向的地方走 你会越来越正向 OK 所以 关键的地方 我们回忆过 所以是希望你就是掌握那个要诀 再来的话 一样的东西 其实在VBA里面还有一个方法 你可以用一个X来代替 一样的东西 然后以后用这个X去取代 刚刚那三个地方 一样的 那怎么做 一先建一个X的变数 这个X的名称是自己取的 不建的一定要是X 你可以是其他名称都没关系 我习惯有X 然后呢等于什么呢 把这个东西怎么样 特别最后 这个要细心 不要做错一次就做对了 但是你初心的话 你做十次一百次一定才是错 那我刚开始学程式的时候 最痛苦的地方就是因为我太初心了 有没有 像我眼睛是亮的 一看就对了 但如果你眼睛是 好像一片看不太清楚就很容易做错 应该看得懂哪里不一样吧 OK 哪里 那就把一样的地方搬到哪里 X的后面 或者你用Ctrl键 复制好了 复制过来 然后再把它怎么样 改成X 这边的话一样 所以把一样的地方看准 有没有一样 改X 一样的地方 改成X 有没有发现 程式有感觉应该比上面 来得更加的 有没有 像是简洁 比较不会脱离带水 你感觉上面好多好多都一样的东西 所以就有其必要性 把它用一个变数来代替 将来的话用X就可以了 做完的结果一不一样 其实我们来试试看 我是最后再利用加按钮 插入这个按钮 然后在旁边加按钮 反正这个我想前面有讲过 如果你忘记 我发现同学好像对这个还是不太熟 复制那个名称 再把它贴上 有没有就一个两个三个 然后我们按一下先清除掉 这个清除 这个一模一样 有没有 没有不一样 但是它的好处是 你的程式会比较简洁 一点OK 那大概是这样的 那不过最后做完之后 就会有同学说 那我如果选了一个日期 那怎么办呢 再按一下这个 它才会输出 那可是问题 如果你要在下个月份 那它怎么不会动 因为你没按下它 所以那些有同学说 老师那不对 人家前面是这个改变了 或这个改变了 对不对 它就改变了 但是现在是你要改变它之后 再按下按钮 这样好像多了一个步骤 VBA里面 实际上就是按下去 它会执行 可是 就 如果你今天不需要按的话 而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刚刚是按一下它 它去执行 可是如果我希望 当这个C1的储存格 或者F1的储存格 里面的资料有改变的话 那我就执行 这边的这个程序 那在Excel里面该怎么做 这边会牵涉到一个叫做 事件驱动 什么事件呢 就是当C1或F1变更的时候 那我就呼叫这个 那怎么做 尤其待会来看 请各位先把那个 这个刚刚讲的 总共有这个判断的部分 试试的做着看 然后还有那个简化的部分 咱们 咱们 要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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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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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